金刚般若写禅班 帮助大众用书法进入禅定 圆道禅院举办金刚般若写禅班 期望用书法书写课程 带入禅定的境界 就是给现代人一个 因为现在的人比较忙 所以他平常 你说要一下子进入禅定的境界 不太容易 那他的念头很多 就是妄念纷飞 所以这个方式 就是讲到刚开始 我在接触到 刚好有一个偶然的机会 有一个居士 他写的这个作品 然后他说 他希望能够来送给道场 那我就看了之后 因为现在不是 很多人都会流行写经 但是写经的过程 虽然可以定型 但是他写完的那一份 那份经典怎么办 他得要处理 那所以呢 这个就变成有一点麻烦 可是这一幅金刚塔 他写完了 他可以成为一个传家之宝 也可以成为一份法的礼物 所以我就在那个时候呢 就起了一个心说 我们应该可以来推动 透过这一部经 来写这个经 可以推广 一个是书法的艺术 第二个呢 又可以借这个 有定心 静心的一种功能 然后再来呢 又可以让 现代人很忙碌的时候 假日可以有一个活动 可以参加 而且这个可以全家参加 就是老人 或是年轻人 他可以写经 那小一点的小朋友 他就可以呢 画佛画 画菩萨像 所以他们就 像我们的学员 就有那个全家来的 那这样子他一整天呢 他就可以 在这边呢 就参加一个全家性的活动 又相对 又比较有佛法的熏陶 那有时候 一般的这种法会啊 或者是佛学讲座 可能小孩子呢 他会嫌无聊 或者不能够理解 但是这种活动 有一个实作的 就会产生一种 全家共修的一种乐趣 这样 有鉴于现代人工作繁忙 人心亦散乱 建回法师 用生活化的方式 培养信众佛法义礼 让信众更能身心自在地 学习佛法 十方新闻 黄慧如邓正仆 高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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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